晚间最新消息 远传收购中加案再度破局 远传今天晚间发表声明表示 安博凯基金与美商摩根士丹利 亚洲私募基金共同决议 启动中加案撤检相关程序 远传方面表示 不会放弃数位汇流布局 但是在党政均条款松绑之前 不会再出手买有线电视 我们是两边买卖双方 一起启动这个特件的程序 那主要破局 为什么中加案没有办法 是因为我们觉得整个审查 延档时间太久了 而且各方意见相关的不实传言 其实对中加案的审查 都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在党政均条款在松绑之前 远传不会再买有线电视了 其实远传还是会持续 布局数位汇流的发展 因此我们除了持续 会跟中加维持 业务合作所办关系之外 未来我们就积极地 透过各种合作方式 跟内容频道业者 有线电视 OTT 的业者 还有相关上下游的产业链 深化伙伴关系 远传与摩根市丹利亚洲私募基金 在前年7月宣布策略联盟 计划已透过购买公司债 取代入股 入主台湾最大的 有线电视系统商中加 NCC在去年1月 已附带20项承诺条件 同意此案 但是在去年9月 投审会以疑似规避党政军条款为由 希望新上任的NCC委员会 重新评估 如今中加撤件 加上之前旺中集团 鼎新集团先前买卖中加不成 中加案至此已经三度破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